接著我們要看這個所謂的車床物件 那我問一下各位有沒有同學知道什麼叫恰臣 台中那個都是金雞嘛對不對 金雞沒有 我們有很多機械類的工具類的這樣的東西 那車床就是像下面這樣 來我們看一下 就是像這樣 他把模型就怎麼樣 夾在中間然後他就會旋轉 那就看你的刀子是怎麼樣 這樣有沒有清楚 還叫恰臣 那我們在photoshop裡面 應該說我們在做3D模型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模型也是透過什麼 這樣子的就是車床方式產生出來的 就繞一圈 當然沒有人規定一定要繞一圈 你繞半圈繞四分之一圈都可以 所以我們往下看一下 來請問各位 這個形狀 我們剛剛講過嘛 不是只有文字才能夠變3D啊 你在photoshop可不可以用這個配置曲線畫出來 可以 那你畫了這個繞一圈之後你覺得會變什麼 然後就變花瓶了對不對 繞一圈嘛 他的一個剖面繞一圈 那你再往下看 這個就是繞四分之一圈 沒有人規定一定要繞一圈 那有沒有發現繞半圈180度 但是我這一次呢讓他有一點厚度喔 所以裡面是變中空的 剛剛這一個沒有中空喔 因為這是死心的 因為這裡有沒有連在一起 所以是這樣子是死心的 所以如果你要能夠裝水的 要像這樣子有一個厚度 好你看 有沒有帽子 這樣子繞一圈就變帽子 那這裡呢我順便分享一下 其實有一個軟體我自然蠻喜歡的 叫Motion Studio 3D 他以前叫酷爾3D 是有力的這個軟體 那也許你小時候曾經用過Photonate 在國小的時候對不對 或國中 好他就那一家公司的 只不過呢 他們現在已經被Coldron Cold那一家公司訂購了 那他以前有一個 就是像這樣的軟體 其實他就做這種3D模型 效果就真的蠻好的 只是很可惜 他永遠都叫1.0 哈哈哈哈 就是他到了叫做Motion Studio之後 那Cold把他買過去了 可是呢 就沒有在新版本 現在網路上還有在賣 但是呢 我想應該會買的就不多啦 只是很可惜 他能夠做這一塊是他蠻多的 那你看 像這個 你覺得這個做出來會是這樣的 看起來好像外型很複雜 做出來就是我們的可樂品 有沒有 有沒有 你把他剖半嘛 好 把他剖半 那下面這邊是不是有個高度 對不對 我們那個汽水瓶不是都會凹下去嗎 對 你說完全做像那個平平的不OK 還有像我們油桶啊 你知道為什麼都要做這樣一顆一顆 為什麼不要就直接就指的下來就好 我們的水瓶是不是都這樣一顆一顆 因為那個跟會不會變形有很大的關係 好 你看像這個 這樣轉一圈有沒有變三角錐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概念呢 所以呢 我們的車床物件我們現在就可以來這邊試看看 這個文字我就丟掉了 或者你也可以這樣 如果你要留著也沒關係 來我們就回到這邊 你可以把這個圖層關掉 我們這一次就自己來 其實有沒有這個背景就沒差了 我們來試看看 你用鋼筆工具 鋼筆工具 如果我想要像鋼的花瓶 我們就來看一下 當然 如果你要畫得比較準 建議你把尺標叫出來 因為你拿一個參考線 這樣會比較準 好 那我就從這邊 好 我這裡放大一點 點一下 OK 點一下 按true order 我要往這個方向 對不對 各位你們貝茲曲線學得如何 不好 糟糕了 來 那我在這邊壓一下 對不對 好 這個沒有問題 那我在這邊 好 再壓一下 有了 好 到了這裡 拉動一下 但是這樣 我右邊要固定下來 只有按住 有沒有 我按住鍵盤上哪個按鍵 我按住 我就往這個方向 但我是往這個方向前進 好 到這裡 這裡 有沒有 當然你要有一點弧度也可以 那我到這邊之後 我放開 我到這裡 我先做封閉的 我就到這邊 最後結束是一個圓圈圈 這樣有沒有做好了 好 做好了 你看 你看 因為它不是文字 所以沒有 那個直接變3D 所以我們就找這裡 3D這個選單 好 等我一下 因為我剛剛用這個畫的時候 它是一個路徑 有沒有看到 它是一個路徑 所以我就來這邊 要找到 路徑那個面板 你看我把路徑 路徑 好 在這裡 這裡的工作路徑 3D裡面 我們現在這個路徑 沒有選到 點到它 好 這個路徑 來這邊沒有看到沒關係 那我把這個 你待會我做的時候 請你把它變成形狀 好不好 你把它變形狀 做一下 那變形狀的時候 這邊你就可以從 形狀 直接變 原本它應該是可以用路徑的 那這個我先檢查一下 麻煩各位給你試一下 好 我知道我剛剛哪邊做錯了 在這邊 就是因為我剛剛選到的是什麼 這個已經是3D圖層了 有沒有 所以說它就沒有辦法增加 你必須要增加一個空白的 像我這邊增加一個空白的圖層 那現在你選到這個路徑 那個圖層 找到3D 有沒有來自選取路徑 這樣清楚嗎 所以這個地方 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你這樣子 它就可以幫你產生一個這樣的厚度 那待會我們再把它變成 花瓶 用旋轉的方式 好不好 所以你自己先新增一個圖層之後 再來畫你的那個路徑 各位如果你是用形狀的話 如果你是在這邊用這樣的形狀 假設用橢圓好了 就一個橢圓 那這裡有一個路徑 那如果你的這個形狀 你選擇了 像我這個是有填滿 但是沒有什麼 筆畫 如果你顛倒過來 有筆畫 但是沒有填滿 這樣還是可以變3D 只是你這樣變出來是樓空的 就是它只有一個外框 只有一個外框 有沒有來自目前圖層的 有沒有就變這樣中空的 這樣了解 所以如果你要變實心的 要麻煩你把它變成這個 顛倒一下 這個實心的 那有沒有線條就沒差 這樣子你把它轉換成路徑 有沒有這樣就是有一個厚度 就是這個 它不是空的 來看一下 這樣了解吧 它就是紮紮實實的 這個紮實的一個3D模型 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OK 那我把這個圖層就先丟掉了 好 那我們剛剛呢 這個產生預設的這個3D模型 它就是跟文字一樣長一個厚度而已 如果你想要變我們剛剛的 所謂的車床物件 請你來這裡 形狀預設集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是轉一圈的 當然你想試看其他也可以 我在這邊把它轉一圈 你就會發現 這樣子 轉好的沒有錯 但是感覺好像怪怪的 我們偷看一下 這樣比較像衛生紙 有沒有 為什麼 因為旋轉的中心點不一樣 什麼意思呢 你來看一下我們右上角 剛剛我們確實是選了這個 繞一圈的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的變形軸是在靠右邊 那什麼意思呢 各位還記不記得我們剛剛畫的之後是這樣子 這樣繞一圈畫下來 靠右邊在哪裡 是不是在這裡 所以它是不是以這裡為中心 這樣子繞一圈 哇 這樣繞一圈之後 裡面是中空的嘛 對不對 外面就是一個圓啊 就是一個圓 所以我現在呢 必須要告訴他 你弄錯了 我的中心點不是在哪邊 不是在這一邊 是不是在這一邊 所以這個 跟各位平常在用 Photoshop 的那個變形 設定一樣 這裡可以點它 你點它這個怎麼樣 點這個 那我們來試看看 我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 翻過來了 這樣了解了 它就會以另外一邊當做它中心點去繞 那你就可以看一下說 這個 合不OK 那我們剛剛提過 因為這個是沒有做厚度的 它是一個時心的 所以繞出來已經是時心的 那有沒有規定要繞180度 沒有呢 你可以改 怎麼改 你看在這裡 一樣 在內容 這裡有沒有這個 我們剛剛講要細部微調 就在這裡 點下去 好 沒有點到 點到 OK 強度 這個還好 那我們看到這裡 有一個 這個叫做角度 你可以來這邊 不是倒角 來 抱歉 應該是第二個 第二個 這個變形 這裡 變形 你來看 這裡呢 它有沒有做水平角度360度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它繞一圈 你可以這個角度 你可以怎麼樣 拉回來 拉回來 有沒有看到 它在這邊 我用攝影機轉 有沒有 這樣就沒有繞 這樣了解了嗎 好 所以你如果要垂直再轉 垂直也可以轉 有沒有感覺 這樣好像以前在玩那個折子 把它翻開 所以 它的變化其實蠻多的 不是你想的那麼單純 就是只有一個 好像只有繞一圈而已 它事實上可以做蠻多變化的 那 這個 還可以做怎麼樣 它還有螺旋的 有沒有 這樣有沒有像螺絲的 對不對 也就是說在轉的過程 它還有一個扭曲 扭曲 所以你可以做的東西蠻多 那凸出的深度 你也可以自己調整 要不要凸出那麼多 對不對 欸 我不要凸太多 它就會怎麼樣 好像是一個袋子 所以其實3D好玩 就是在這邊 它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你可以像這樣 那我們等一下呢 你可以 試著挑戰 把它變成什麼 其他的形狀 比如說你要像這個 或者是你要做出一個厚度的 我們在這裡 有沒有 做出一個厚度的 那你就可以用 剛剛的方式 來這個我就把它拿掉囉 我把這個塗層 如果你用完了不滿意 你就把它拿掉 好 我重新再用這樣子 鋼筆工具 這一次呢 我就從這裡 拉動一下 拉動一下 各位覺得這樣子 會變什麼呢 好 有一點點厚度 你就再繞回來 給它一點點厚度 好 這樣結束 各位這樣轉一圈會變什麼 高腳推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試看看 一樣我增加一個空白的圖層 有沒有 這樣我猜那個空間 你不能再3D 那我們現在 3D 來自這個路徑 路徑 我現在是形狀 你是形狀的 好 用形狀也可以 沒有 等一下 因為我剛剛是用形狀 所以我只要點這個 形狀 來自這個形狀塗層的 有沒有 變這樣 那我一樣的把它轉一圈 當然我這裡還是要靠左邊 對不對 讓它幫我轉一圈 轉一圈 它中心點弄錯 這樣有沒有繞一圈 對不對 那你繞一圈之後 一樣的找 第二個 你如果不想要讓它 轉那麼多 360度 你就可以 叫它轉少一點 那你可以再調整一下 看看 這樣子 這樣大概了解意思了 裡面就中空了 事實上它的中心你還可以再調 只是說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你看我可以再調一下 對不對 我的這個也可以做微調 這樣子它的中心點就比較正確 這樣有沒有 就切一半 所以如果你的杯子 要多一點 我們就繞過來 那以往各位其實如果你要做這種抖面 如果你用平面做你覺得容易 很難吧 對不對 有些時候我們希望能夠看到裡面的東西 那你若不是用這樣來做的話 你要花的時間會很多 好不好 給你試一下囉 所以這個 待會我們再去看看怎麼套入材質 各位如果你做好的 那我們可以給它一個材質 那怎麼樣給它材質 你點到我們這個 形狀有沒有 在3D的這個面板 你要形狀 你往上走 找到第一個 內容的第一個 在這個地方 它 抱歉 不是這個 點到下面 點到形狀的下面 我們在Photoshop裡面的3D 你看形狀下面總共有六個有沒有 1 2 3 4 1 2 3 4 5個 它有所謂的前膨脹材質 斜角材質 突出材質 跟後面的 這個其實我們有另外一篇文章在介紹 但是沒有關係 你看我們主要 如果你沒有做所謂的倒角 就沒有這個斜角材質 也就是它如果以文字來講 突出來的一個就是文字的前面 然後再來是什麼 突出來的這個 像這樣子 對不對 這裡是虛線的 就是前面這個是第一面 那突出來是第二面 那後面這邊還有一面 第三面 這樣了解 所以你如果點到這裡 橫脹材質就是設前面的 那你看我們這裡面有它預設的一些 預設的一些基本的材質 簡單的你可以先從這邊 這裡有一點玻璃的材質 你把它點下去 它就會套進去 它就會套進去 那如果說 我現在是膨脹 就前面 那我們這個是突出的 其實在這裡我也可以套用 如果你懶得分開套用 你可以按Ctrl鍵 有沒有可以一起選起來 你如果懶得去分辨 你就選目前假 一直套用 你可以 我就會告訴他 麻煩你幫我 幫我通通都變成玻璃的 那你就可以想說 那你怎麼都是它是玻璃的 你如果是設定這種透明的材質 你必須要做我們剛剛的演算的動作 它才會變真的 但是如果你不是選這個 你選擇其他的 像這邊的這樓空的材質 有沒有就有一個樓空 你選擇像這種材質 它是馬上就會套進去 像這樣子 那當然有的如果沒有呈現出來的 你就必須要就是做比較完整的輸出 像這個變成草的 像這個 有沒有 那因為我現在看到的 有一部分是看到背面的 所以如果你是透明材質 記得在這邊要按一下 演算3D圖寸 它才會幫你真正去計算 因為它跟環境有關係 比如說你還有背景圖 因為這邊就會變成什麼 傳透過去 這樣有沒有了解 哇 上機了 太遜了 所以材質的部分你可以試看看 先從這邊 那我們後面會有 另外一篇 跟各位介紹一下 怎麼樣用 就是客製化的材質 不是只有它內建的才可以用 因為你也可以自己指定的 好不好 我們剛剛不小心當機了 對不對 那你Photoshop現在跟Obis一樣 大部分都有機會讓你還原 所以它會在標題上不一樣 有沒有讓你修復 對不對 當然 比較安全還是你先存檔 因為萬一如果沒有怎麼辦 所以這個給各位參考一下 你可以從這邊 進到那個內容 這個內容 內容 有出來了 在這裡 就是你點到3D塗層 你找到你的形狀 下面 這五個 這五個 你可以自己設定一下 看你要哪一個 懶得用就是全部選起來 在內容這邊 你就可以指定 你想要的材質 當然你如果只要指定顏色 就選這個 就直接選我們這個 慢色的 比如說我在這邊 我就單純的透過顏色 像這樣子 確定 有沒有它馬上就變了 這樣清楚 這個是給你先參考一下 你可以像這樣去做調整 謝謝 謝謝